有三位議員還未完成宣誓 現在就要留待你做下星期三時候 你做主席的時候就裁決他們的宣誓是否有效 如果這三位議員繼續用今天的方式去宣誓 到底是否覺得是否有效的宣誓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何你要這麼遲到九月尾才去申請放棄英國的保證 因為其實你知道九月四日你當選了 為何你九月五日六日就立刻申請 要到九月尾才申請 好啊 這個宣誓的程序 它是根據法例去做的 就不只是立法會做 因為有一個宣誓的條例 我會和立法會秘書去看看整條法例 我是要做些什麽 但是我們會在十九號被三位議員再宣誓 那我也勸喻這位三位議員 其實那個宣誓的細章 大家今天都聽了六十幾次 就簡單的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宣誓到 按照那個法例去做 其實是對大家都有益的 那我也希望用誠意 勤喻三位議員 是真真正正去宣誓服務到香港市民 我其實不止一次說了 那我想我最後一次說的 這件事應該有個終結 所以選了之後 其實我自己自動當選 我都是要和我們經文聯的議員 一起去選舉 因為有四位都要選的 選完之後 其實我也講過 我和家人就放了假 然後才開始想做不做這個挑戰 大家今天看到 其實未留一四年是很難的 我是想過的 當然想不到是可以 難得這麼緊要 但是既然我作了一個決定 我才去做這件事 或者在作一個決定的時候去做 所以大家已經交代一清二楚 我都希望到此為止 因為如果再追究 就沒完沒了的 你看到有些原文 我有其他國籍嗎 我講到不信 那怎樣可以證明呢 所以剛才我講了 這一個很嚴肅的聲明 任何的外若在這裏是有隱瞞的 都是一個嚴重罪行 但是不是說下星期三個月 繼續同樣方式 你會繼續好像陳茂安那樣說 宣誓無效呢 那如果他宣誓真是 學至今天這樣 我都沒辦法說得他的宣誓有限 因為那個法例 按照那個法例 是要那個福建議那裏 照足去做的 那我是沒有任何的能力 可以去 即是說到一個 Discretion去做的 所以這些是清楚的 那會不會再給他機會去 楊啊我先叫了名字 好 我想問清楚 你要聽聽 我們給點咪 但我想問清楚 你覺得沒有辦法 覺得他們的宣誓有效 我們想問清楚 譬如清不清靜 那你覺得問題在於它口音問題 還是它有一塊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 這個逼尖的上身 還是什麼問題你會覺得是屬於無效呢 法例很清楚的 是要照著它附件裏面的三種誓言 隨便一樣東西去講的 任何加多或者減少都不能接受 這個是法例要求 我是沒有特別的權利說行不行 但是如果我不遵照法例 其實也是受到法律的挑戰 所以我只會按法例去處理 所以剛才我的勸語 大家都要想真些下一個星期是怎麼去做 下一條傷害 如果他們的情況就好像今天那樣 你會不會說我心目中會給他們一次機會 他們去做這個選制呢 如果真的可能令你有理由相信 他們真的會繼續持續下去的話 那你會不會說一條線 就可能甚至連他們的員資格都會受到影響 我就是像你所說的新鮮熱壓出來的 變了有很多程序 我們要和法律顧問在這一兩天去談 究竟我有什麽要遵守法律 我要做什麽事 議員要做什麽事 不過我再說一次 其實宣誓大家今天聽過六十多次都是很簡單的 我希望三位議員都能夠下一次順利宣誓成為真正的議員 主席今天都想問一下 其實香港開埠到現在都未試過有一次選立法會主席 選到要換訪 以及全部泛民都犧牲反對 其實這次都因為你可能比較遲去公佈 你等到最後一天才公佈你那個 所有關於放棄英國國籍的文件 其實你有什麽想跟香港人說 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即是幾次每次去經問聯合註證呢 麻煩你 第一件事就是 我一早在30號的時候已經跟傳媒說 當然有人可以不相信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程序都要做的 我30號已經放棄了英席的了 如果議員是不相信的 你們也剛才看到 當我拿了真本出來 他都是不相信的 OK 還要在那裡糾纏 那這一個我是無奈的 但是我覺得今次的應對都是適合的 但是我也知道面對未來的挑戰都是大的 經文聯主席我已經出了信 就辭去經文聯主席的了 我可以開始搬亂了 我可以先去搬亂了 我可以先去搬亂了 I think that today's LegCo was so chaotic, do you think you have any responsibility to bear for it? Thank you. First of all,I think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are quite clear. But then,I also promise that we sit down and communicate to how best I can help my fellow legislator to discharge the duty for the Hong Kong general public at large. So, tomorrow my secretary will start making appointments with individual groups and individual legislator to sit down and let's discuss how we could work best for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rules and procedure are quite clear, as I just said. If somebody,some legislator challenge and ask me to rule,I only have to rul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and procedure. So,if somebody thinks I'm too tight,on the other hand,somebody will think I'm too loose. So,there'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e proceedings in LegCo smoother than what you saw today. Your second question? I think if you look at it,you know,given,you know,I have fully disclosed the certificate, still they will,you know,start,you know,making that.I may only be a vehicle.I think they have big plans,you know,ahead of,you know, today. So,uh,something that,uh,we need,we need to sit down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I think they also have to understand the LegCo proceed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ing a legislator. So,you have no responsibility?I might be part of it,but then,you know,uh,you can see that,as I mentioned, and after,you know,I discussed everything,fully satisfy them,they still,actually they behave more chaotic. What kind of 第三個問題就是想問如果假日日後的會議 有議員說粗口的話 那你又會怎樣財票 其實我會用最大的誠意 去跟他們溝通 這個我在前天也答應了 我也會繼續去做 因為我的責任是要服務六十位九位議員 議會在基本法第七十二和七十三條 就是一個整體的議會 當然我剛才說了 很多東西未必是大家一樣的 但我也講過 為了七百萬市民的福祉 其實我們不同派別 在教育、醫療、衛生、老人服務等等 是有很多共同點的 為何我們不用一個正面的方法 去服務七百萬市民 而是令到議會能夠提升他的公信力 換句話來講 如果我們繼續是這樣鬥爭 繼續沉淪 其實你只是一個很暖的地方去監察政府 你監察是監察不到的 我們是要用我們最大的共同點去做 所以我和他們都會談到怎樣大家合作 怎樣大家可以去共同去和政府加強行政立法的關係 去做福七百萬市民 還想問多次就是 其實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 選主席的時候都沒有出現過今次的混亂情況 導致今天這麼混亂 你覺得是你個人的問題還是其他的問題 我想四年前、八年前或十二年前都好像要很平靜 但是時代是進行一路新的 我們議員的看法和他的複雜性 比以前是大很多的 我想我尊重每位議員去背後的選民 如果選民決定選他 我做立法會主席都要接受他們 我們整個立法會都要改變怎樣去應對這個新挑戰 現在這樣的局面其實兩年前已經發生了 但是怎樣可以大家分開旗見 而真真正應幫七百萬市民去做福祉呢 其實歸結一下 其實歸結一下 是否你覺得你任何責任都沒有呢 還有剛才你說我心情很沉重 其實你是不是覺得 另外有傳媒和議員都覺得 這次整個程序是很粗暴的 那是否你覺得這次 例如你議員主持的時候 是一些錯誤都沒有呢 另外在那些宣誓的時候 即是梁主席你都很強調 是那個事件的內容的問題 但是例如青年新席 他們都主要是那個道具上的問題 就是昨天安倍首席都說 他道具上的問題 那是否和你的講法有些出入呢 我先回答最後一條問題 陳惠安秘書長是全權負責宣誓 他認為怎樣判斷呢 是他的責任來的 他也都答應了三位議員 他會給一個書面的解釋給他們 這一個我覺得已經是 他的責任完成了 那我想 你說是不是這個亂局 是不是我呢這樣 我不能夠 就是這樣 我不能夠 那麼有力的 把這些全部我做出來的 你都看到 今天的主持 梁耀宗 他真的盡力量去做 OK 他用最大的容忍 都是出到這樣的局面 是迫到他自己說 我不做了 那麼石拉謙議員 也是用最大的誠意去處理 那麼說 究竟是否有沒有犯錯等等 那麼 所有的會議是公開的 也是受到法律上的挑戰 那麼我覺得這個 這個效果 雖然是很多人是不想見到 但是已經發生 但是那個發生 都是合乎程序的 合乎我們的選舉程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心情沉重就是這樣 雖然合乎 但是好像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這個已經發生了 那麼我會繼續 在做立法會主席 用個誠意 希望改善公眾對立法會的影像 OK 阿翔 OK So do you think that your presidency lacks popularity because the pro-democracy camp refused to vote in the election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e chaotic situation that happened today would become the norm in the coming four years first of all I wish the chaotic situation today will not be long last and I will try my very best to work and communicate with my fellow legislator to make LegCo work better and I think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we are working for the 7 million people in Hong Kong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people I think that is our common goal I think that is our common goal since we got a common goal there will be ways and means to achieve that OK that's the second question your first question Is it about your presidency do you think that your presidency lacks popularity because of the low vote especially when the pro-democracy camp is refusing to vote during the election I think you know so whether any legislator want to vote or refuse to vote is their privilege I think as long as the procedure when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election is a proper election that is why I also mentioned that I have a heavy heart in you know taking the job because you know so we just want I want you know LegCo to proceed smoothly and also to proceed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people OK 主席想問7月的報名表 用來看好像沒有申報到英國國籍 其實你又說你報名的時候有申報 其實為何這個好像流誤呢 如果唯有釋除公眾的疑慮 你會考慮公開他們的報名 第一件事我再一次說 我每次選舉的申報都有寫英籍的 OK 當然我現在也知道原來 外面是查不到這件事的 OK 那我唯有 因為這個整個報表 都是選舉事務處去做的 那我看看選舉事務處可以做些甚麼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的職責 去釋除疑慮 OK 謝謝 真的要看看是甚麼 我覺得 就是我不知道是有甚麼道具 但是 在立法會 除非那個道具 跟他做的事是有直接關係 那 這個才合乎議事規程 那當然了 真是不知道有甚麼 他們可以做得出 那到時呢 我還是會要看看 看看怎樣的情況 根據議事規則去決定 是可以接受 還是不可以接受 那幾三日的字 什麼 那幾三日的字 什麼 那幾三日的字 看看是引甚麼字 第一件事 我覺得 我未跟法律顧問詳細看 你的宣誓要真誠宣誓 是不是 那這一個就是我的理解 那但是 當然我剛才說 我未跟法律顧問去詳細談過這件事 那我也要聽法律顧問 給他的意見給我 我才能夠採納是怎樣去做 好嗎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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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請問 我跟剛才講了 我跟我的法律顧問去談過 我會詳細談過 然後去決定是怎樣做 當然 我剛才再一次講 如果三位議員真真正正 學至其他六十多位議員宣誓 是完全沒問題的 多謝各位